另外首相安华今天来到马六甲机场街 参加农历新年活动 上千名甲州市民和游客集报现场 争夺安华风采 刚刚荣获马来西亚纪录大权 我国最大的可舞动巨龙 也洒水迎接安华 从下午三点开始 机场街就集满了人潮等候安华 安华在马六甲首长拿督斯里阿督老虎的陪同下 在下午四点半现身机场街 大约20分钟和现场民众互动交流 安华在活动上也启动按钮 高挂在荷兰洪乌广场前的巨龙 瞬间就喷水 把现场的新年庆典氛围推向高峰 这条巨龙名为马中友谊降龙 长达179.2米 头重60公斤 散 affair 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